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 我是鄭仲彩 截至今早6時左右 各區的氣溫是介乎27至30度之間 如果我們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在廣東地區 是受到跟一個低壓槽相關的雲大影響 為了這一區帶來一些大驟雨和雷暴 如果我們看看今早6時的雨量紀錄 可以見到香港島、九龍和西貢地區 其實都是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紀錄 不過除了這些驟雨之外 我們要留意在廣東內陸地區的一道強雷雨帶 是逐漸向南移動 並且在接下來的一兩個小時影響香港 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氣的變化 以及記得戴上一把傘 如果我們看看電腦的預報 可以見到接下來的一兩天 這裏低壓槽相關的大驟雨和雷暴 仍然都會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所以接下來的天氣都不太好 似乎霸姐都應該要謹慎 如果詳細的天氣預測來說 就會大致多雲 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雨勢是有時頗大的 氣溫方面會上升到最高的31度 而風方面會吹和換的西南風 而展望方面在接下來的一兩天 仍然都會受到和低壓槽相關的大驟雨和雷暴影響 要到周末期間 驟雨才會逐漸減少 這次的天氣我們就看到這裏 再見 再見